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见未来 本节目由一气大众 奥迪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官府都督有误为证 我们这一集形式上有点特别 我先给大家听一个声音 听听这声音也特别 好听吧 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一会儿我再给你讲 小时候你用嘴巴可以发出这声音 没这么响 再听一声 这声音特治愈 我们今天呢 讲一个工匠美学 我们拿了一套酒工茶家史 因为美学这东西你不能很虚的讲 你很虚的讲呢 大家都听着很困 那你上美学课就很困 所以我们就拿了一套酒工茶家史 我依次把这些茶家史讲一遍 讲怎么去欣赏它 我以前啊 在这个官府都督 这个讲过酒工壶 那么他这个 酒工壶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你喝什么茶 对应的就能找到什么壶 我们一般人啊 都是一把壶打天下啊 但这个酒工壶是九把壶打天下啊 那你说你这是不是矫情啊 还真不是矫情 这个壶啊 它是有功能的 你比如酒工壶中啊 有一把壶扁扁的啊 这么大啊 这么大 扁扁的 这壶呢叫韩语 他身子浅口子大 他为了是喝冰茶 我演示过呀 搁一点很嫩的新茶 把冰块放在上头 盖子一盖 等这冰茶啊 等这冰茶上的这个冰融化了 这茶就可以喝了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喝的这冰茶 都叫冰红茶 是直接工业化制造的 那个喝 跟我们这种冰茶喝的方法 完全都不一样 它其实是古人的一种 慢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喝茶都是热的 怎么会喝冰的呢 哎 这冰的茶啊 用冰来萃取的这个茶喝着别有一番风味 这就是我们酒公壶中的其中一把壶 那么还有一把壶叫什么呢 叫千日 这茶用来喝普洱的 这把壶的特点呢 就是糖大 口长 套用非常方便 因为这普洱茶它不怕泡 尤其不怕高温泡 你注入废水都没有问题 反复泡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壶的容量就比较大 那么再比如啊 我们喝绿茶的壶 它叫山脂 绿茶呢 它就有要求了 绿茶首先水不能热 那万一你水烧热了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壶是敞口的 散热快 如果你是闷着的小壶 比如像我眼前的这把壶 你喝绿茶 一闷这茶就烂了 我们那九把壶啊 每一把壶都有对应的茶 对应的设计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 人巧不如家事妙 就是你的手再巧 也不如你的工具好使 孔子也说过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我们就做了酒公茶家事 酒公茶家事呢 可以满足个人 或者一个家庭 对喝茶的全部需求 当然了 你如果才能配上酒公壶 那就非常完美了 英文叫perfect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酒公茶家事 酒公茶家事 已经不是简单的 关注泡茶器本身了 我们今天不是说 简简单单的 我就告诉你 这是一套茶具 拿来用就可以了 它是需要搭一个场景 比如这里有香具 有香具 比如有花器 这叉着花呢 有花器 这些是构成了一套 完整茶席的必备 我们如果把酒公壶当作 对茶壶历史的一个挖掘 那么酒公茶家事呢 就是在茶文化的广度上 进行一个拓展 我们把茶的这种储存 转移 冲泡 月饮 品香 赏花 展示等等 所有的元素 都堆到这桌子上了 你们看 这桌子上还错漏有致 我们做酒公壶的时候 是根据酒公阁设计出来的 酒公阁大家都很明白 只要写过大字都明白 就是中间一个井字 有九个方格 这次酒公茶家时 虽然不是酒公阁 大家都看到 那还一套呢 它不是按照酒公阁设计的方式 但我们依然延续酒公的叫法 以后看见 官复酒公这四个字 一定是官复博物馆出品的收藏级的藏品 这是藏品了 比一般的商品要高一个等级 做酒公壶的时候 我写了一行字 这行字呢叫杯敬茶香 后代优品课 九个字 每字九笔 随便读 你横着读 竖着读 倒着读 咱们读都读得通 那么我们这套酒公茶家时呢 它有十一个格 你可以看到 我就不能按照酒公格 去写九个字 每字九笔 我这回呢 十一个格 我就写了十一个字 每字十一笔 这十一个字是什么呢 是瑶树盛章 垂铜银 桃须七随 每个字十一笔 看见没有 瑶树盛章 垂铜银 桃须七随 正好跟那个格是吻合的 这费了我两宿的劲 才找出这么十一个字 这其实是有十三件东西 它整个那个包装 这个格子 叫茶银 这算一件 还有这个桶子里 有另外一件东西 这又算一件 所以它一共是十三件东西 我们先简单讲这个文字 我说瑶树圣章 这个很容易听懂 瑶树 烧瑶之树 那这里凡是烧出来的东西 烧出来的东西 这些都是烧出来的 这都属于瑶树 烧瑶 锤铜银 那肯定是有铜啊 这是铜的 这是银的 锤铜银 刨须七随 刨是刨气 须呢是竹气 漆呢是七气 随呢 古人认为刷漆的过程 叫随 你们可以去看啊 你们可以看这个字 这个漆字 这漆字少三点水啊 我告诉你 古字一开始就没有三点水 后来加到三点水 所以这个七字呢 也是十一笔 我们九宫插家时啊 这次涉及到很多门类 很多材质 工艺 所以它难度比九宫糊呢 要难很多 我们一一说来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 工匠美学 我们讲美学啊 不是你在大学听 钟白华先生 听朱光浅先生的美学概论 我要讲的这种美学 是你生活中的美学 你有时候你到商店去啊 到商场去买东西 远远地就看着 就说这东西怎么不好看呢 这东西怎么好看呢 这其实都是你对美的一种判断 现在流行这样一种说法 说美盲比文盲还可怕 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说法呢 是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很好 经常要面对美的事物 那你怎么去判断它呢 我们今天就多讲一点工匠美学 我们先讲一小故事 有一个寺院 有一个小和尚啊 师父让他去扫落叶 那小和尚呢 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 师父看了看摇头 也不说话 第二天呢 小和尚又去扫 又扫得干干净净 这个师父还是摇头 第三天呢依然如此 直到有一天 小和尚呢扫得干干净净 来了一阵微风 又落下几片叶子 这时候师父看了 点点头说这下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美学的一个境界 那怎么你判断这个境界呢 我告诉你就很简单 它就两个字 叫做感觉 你的感觉跟别人的感觉 是否一致 或者说你的感觉 跟高手的感觉 是否一致 你的感觉 跟你师父的感觉 是否一致 这个强调的是感觉 那么日本流行的一种美学呢 叫叉记 叉这个字呢 在今天的汉语中呢 几乎不用了 你不去读古文献 基本上碰不到这个字 那我们理解起这个字 往往看着这个字啊 它不就是一个单利人 一个宅吗 宅男宅女的宅吗 那你会理解成 它就是个宅字吧 哎 这就不是个宅字 这就是一个岔字 跟今天我们 岔意的岔这个字 同音 日语中的岔记呢 是对富贵的 华丽的 鲜艳的 豪华的 繁琐的 这些状态的事物的 一个否定 不是肯定 是否定 那他要的是什么呢 他要的是 他要的是 朴质 节制的 冷瘦的 寂寞的 幼卓的 甚至是枯萎的 他要的是 这样一种状态 那怎么去理解 这个状态呢 我们 简单举个例子 对绘画史 有所了解的人 知道 元代有个大画家 叫尼云林 他画的 山水画 叫枯山水 枯枝 枯枝树 那树上 都没什么树叶子 远处的山水呢 也画得 没那么湿润 他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的是 青绿山水 我们都知道 前些日子 故宫博院 展览过 王熙梦的 千里江山图 那是青绿山水 枯山水 对的就是 青绿山水 它是两种审美的 极端两个境界 我们今天 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是这种 枯山水 叉季的境界 日本 有这样一个故事 千里修 创造了一个 茶道门派 他在京都的家里 种了一大片千牛花 夏天到了 千牛花盛开 非常漂亮 那么 风尘秀吉 听说以后呢 就想去看看 结果千里修 就下帖子 请风尘秀吉 来家看看 欣赏我的千牛花 准备茶会 可当风尘秀吉 带着一众人马 到他家的时候呢 满庭院的千牛花 全都没了 全部都被摘去了 风尘秀吉就火了 说你请我来看花 居然没有花 怒气冲冲 一进屋 茶室 一个花瓶 插着一枝千牛花 上面还带着露水 千里修把所有的花卉 都毁掉 剩下这一枝 表达的就是 差跡的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听完 这故事 有没有内心移动 这是日本美学史上 最著名的例子了 告诉你 审美 不是 满事也都是 就一定是美的 孤独一枝 也可能更美 这种极端的审美例子呢 我们一般都能听懂 酒公茶家史 我们在设计这套茶具的时候呢 也受差跡美学的一个影响 它的美学基础 实际上跟中国的哲学思想呢 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 满朝损千寿意 你会看到有些审美 不符合差跡的这种美学思想 比如我们看看这个花叉吧 这个花叉呢 叫远秀 远秀呢 是从新气级的满江红中呢 这个摘出来的 云破临烧天远秀 月灵乌角分层阁 云破临烧天远秀 这个远秀这个词是从这儿来的 这个花叉是用宋代都没有达到的官邮做的 宋代烧不了这么好的词 我们都知道宋代是中国古代陶瓷的一个巅峰 古代名谣 大家都知道鲁关戈军令 那么这种颜色对宋朝人来说 他们追求过 但它达不到这么高的一个境界 为什么它达不到这么高的一个境界呢 你们仔细看啊 这个花叉 它的颜色 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它是淡淡的灰色 灰色瓷器是非常高级的 我猜测一下 你们家绝对没有灰色的瓷器 前些年啊 有个法国的著名的设计师到博物馆来 中间呢 我跟他喝茶聊天的时候呢 我就给他拿了一些新的瓷器看 他对那些画的花里胡哨的瓷器呢 一点感觉都没有 当我拿出这件灰色的瓷器的时候 他一下就愣在那了 他说这个颜色没见 但是这个颜色很高级 可以加入我们的奢侈品品牌 你看 法国的大设计师啊 一下就非常敏感的是这个颜色 灰色 这个花叉 我们是有原型的 在官府博物馆里收藏着啊 它原型呢 是龙泉青瓷 颜色是清脆 我认为呢 这个清脆的这个龙泉瓷呢 它固然容易取悦于人 但它一定不如这个淡淡的灰色高级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了灰色 从陶瓷专业上来说 这个灰依然属于青瓷 只不过它没有龙泉青瓷那种清脆 没有这种清脆那么诱人 它的诱人 是要求你的审美者 有极深的美学造语 如果你能够提升自己 能够看出它的美 那你的美就大大的提升一步 那我就想啊 为什么我们选择一个灰呢 我告诉你灰色特别有意思 它百搭 你仔细想 它上面插一个白玫瑰什么样子 插一个辣梅什么样子 插一个绣线菊什么样子 没有花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束花去掉 依然它有极强的审美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灰 灰在今天的生活中 经常被赋予高级灰 我们再说说器物 有人一定想知道 九宫茶家是全套都有什么呢 我们今天依次让它登场 我们在介绍每一件东西的时候 一定强调它的工匠美学 我们先看 第一把极须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极须 这个极须有一个名字叫东梨 这个东梨并不是桃源明的采菊 东梨下的那个那儿来的 是从唐代较然和尚那儿来的 他说九日山僧院 东梨菊野皇 这把极须 这把湖叫东梨 他选择了最古老的一种形式 叫极须 极须就是着急 特别需要 极须今天的文物中 石头的瓷器的唐代都有 博物馆里都有收藏 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 但是现在日本人还在应用 我们基本上不用了 咱们好像生活中没那么急的事 都一喝茶都慢慢悠悠的事 所以中国历史上 唐代的时候大量做极须 但今天呢 没人做了 这个极须很有意思 我们先看一把老的吧 要不然你不知道唐代的极须 跟我们今天的极须 有什么相同 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看一把老的极须 看到了吧 这是一把唐代的孔雀石的极须 这个地方有个洞 可以穿入一个枝头 非常容易拿 短流 这个刘是个虎头 用的时候呢 可以烧水 石头的可以加温 而且一旦加温以后 长时间可以保温 这是唐代的极须 气形非常饱满 摸着非常光滑 这个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你们看到这极须 你说我在这个茶具市场 经常能看到这东西 没什么了不的的 前些年你看不到 这些年从日本输入很多 再加上我们的工匠 也会学着做 所以这种极须就出现了 你说这也没什么了不的的 其实我告诉你 还真的不一样 这把极须 跟你常见的极须呢 有一点微妙的不同 这是日本工匠告诉我的 要不然我也没注意 我们的极须 跟我们的直壶相比呢 直壶的壶饼 和壶嘴乘180度 我们都是这么用 但极须呢 它的壶饼和壶嘴乘90度 我们都是这么用 你会用的人肯定是这样 堵住盖 防止盖掉下来 这么用 日本人做的这个极须呢 它有一个秘密 它不跟我们说 你时间长了 或者你跟它很熟 它才告诉你 就是它这个夹角 不是90度 它低于90度 低于1到2度 比如它是89度 或者88度 你用眼睛 有时候你看不出来 我告诉你以后 你自己盯着看 你觉得是这样 好像这个度数低于90度 你平时用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注意到 这日本工匠呢 新系 他认为 这种急须 低于90度 便于使用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中国人讲究什么呢 横平竖直 日本工匠不讲究这个 他讲究的是什么呢 暗藏杀机 所以当你如果发现这壶 你说这壶好像有一点偏理 是不是歪了 千万别问这句话 土了 你要是一拿这壶一看 说这壶好 这壶小于90度 这算你明白人 你说日本人 日本人烧得怎么这么好 其实也没什么好的 日本人这些所有好的传统 都是我们传过去 他们保留下来而已 清代咸丰年间有个叫金世衡的人 这个人据考证是安徽的铜山县人 他就把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制作紫砂的记忆 带到了日本 日本又结合本地的材料 就烧出了这种东西 叫石器 我在这个过去 百家讲坛讲陶瓷说过 黏土烧的叫陶器 瓷土烧的叫瓷器 但是用这种材料烧的 中国人叫紫砂 但实际上科学上它叫石器 一个火字边 一个石头的石 那么急需 在北宋人的 这个有一个叫黄长的人 他在一个诗里写到 他说 寂相仙炉引飞铺 一簇迎生 急需腹 腹就是腹部 急需就是这东西 一簇迎生 水烧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出现声音 那声音 呜呜呜呜 就像一团银子飞 古人说的这个很有意思 松风也指的是快烧开了 迎生也是快烧开了 那么 日本呢 当年 隋唐的时候 派遣隋使 遣唐使 把饮茶的习惯 就带回去了 所以许多中古时代的茶文化呢 在日本反而得以保存 急需就是一粒 日本人呢 还管这种急需壶呢 叫唐语茶壶 意思就是唐朝的 陆语的茶壶 这个意思 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个本意 那么这把急需 它的容量比较小 它为什么容量做得比较小呢 它是为了便于你一个人使用 这个壶理论上讲 是自真自引的 也可以两个人对引 但不适合一大堆人围着去喝 所以上手非常轻盈 它的采用的材料呢 如同岩石一般 你看这种土黄色 你注意看 它的糊嘴周圈有一圈韵 糊饼周圈有一圈韵 这全是衔接石工匠用手抹的 你可千万别说 这怎么颜色有色差呀 一问就土了 千万别问 看见有色差 说哎呀 这色差真漂亮 这就比较洋 那么工匠呢 在底下这一圈 配了一圈金属般光泽 暖润的一个 这个右色 强调它的分量感 强调它的变化 这都是独门绝迹 所以这把吉须呢 很特殊 很特殊 我们再看看 跟吉须配套的 一把纸虎 可以看看这把纸虎 这纸虎也有个名字 我们每件东西都有名字 这名字都不是白来的 这虎叫无油 根据白居易的诗 叫无油迟一碗 寄语爱查人 这把纸叫无油 说你光有吉须不成 是吧 我们还有这种植壶 植壶啊 理论上讲唐代就有 但唐代植壶不是为了喝茶的 它是叫柱子 它是注水用的 宋代的这种植壶呢 长流了 它也不是喝茶的 也是注水的 真正用茶壶喝茶呢 都到了明代了 明代由于 饮茶习惯的改变呢 才出现了这种植壶 植壶的造型啊 也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把壶啊 上里有很多沙子 你都拿手都能摸出来 这沙里有点 多多少少都有感觉 但我告诉你 你看你这东西 还真不是沙子 我们现在有很多 寒沙的紫沙 它是寒沙的 你摸这就是沙子 这些日本人他怪 他弄的这东西不是沙子 他是干嘛呢 他这是陶粒 他先用火啊 把这个陶烧成 烧得很硬 然后把它捣碎 磨成沙 刻意地在掺进你 所以你看它上面 有一种粗糙感 可以看见颗粒 甚至可以看见 它做工时候的划痕 这种划痕 这是工匠美学精神 它不追求光滑 它不追求完美 什么叫完美 您这脸啊 脸上什么都没有 平滑如玉 那叫完美 有的大明星 比如早年的 马林莲梦露 脸上点颗痣 那就不完美 为什么他要画一颗痣呢 他就要追求这种独特性 那我们这种杀特像什么呢 有点像那个 有一种很糙的梨 这个不知道 你们知道不知道 山东人一定知道 来阳梨 还有安徽吧 荡山梨 北京的郊区 还有雪花梨 那梨皮都比较糙 跟这个感觉很像 我们过去 你想想我们过去 穿衣服都要求非常光滑 干干净净 现在年轻人看东西 穿衣服都是粗糙的 大骷髅小眼睛的 破破拉拉的 他喜欢这种感觉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 现在年轻人穿衣的感觉呢 跟差距的感觉 多少有点异曲同工 我们要理解这种粗糙之美 才能对这个湖呢 有所欣赏 我们把湖搁一边 再看看 再看看 碑和展 这个喝茶的习惯 南北方是不一样的 是吧 南方人喝茶 都讲究小茶杯 一饮而尽 南方人没有半杯半杯喝的 你到闽南地区 到潮汕地区 你要看那半杯半杯喝的 一定是北方人 他北方去的 你看人家都是一杯 那小杯子很小拿起来 通用一口干了 是吧 一口干净 咱那个 北方人为什么 不一口干呢 因为北方人认为一口干了 不礼貌 过去北方人 都是拿拿大茶缸子喝茶 你到人家 你可拿人一大缸子 咕咚咕咚咚咕咚 全都跟 过去说 大人说孩子跟印驴似的 就全喝了 那不成 所以一定要胜点 所以北方人喝茶 严禁把这一杯子茶 一口气喝光 到了南方 甭管多小的杯子 也得分着喝 八几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 还不到三十 我第一次去潮汕喝茶的时候 就是没敢喝光 后来发现 人家都是一口 一眼而尽 我们这个一杯一盏 我们先说 何为杯何为盏 这是一杯一盏 这是盏 容量大 容量大 一盏 一身一浅 盏呢 就浅 容量小 你们注意看 斩这个字 斩这个字的上面 上半部 跟浅这个字的 右半部是一样的 它表明是浅 所以这个意思就来了 文字很有意思 我们先看这茶杯 这茶杯呢 叫月魂 取自于 也是唐代皮日修的诗句 叫元寺月魂堕 清如云破旗 这是月魂 那这个就是云破 这就是云破 这两个 这一杯一盏呢 取自于皮日修的一句 一连 一连诗 那我们先说这个茶杯 这茶杯呢 外面虽然也是石器的 但它里面呢 是挂钥的 挂钥的 挂钥的 挂钥呢 是为了它好用 还能观察色 它里头有螺旋纹 我告诉你 螺旋纹 学着要欣赏这种 茶几之美 它有螺旋纹 好吗 一般人不得接受 一看就说 哎呦 这里头不够光怀 怎么连干活那道子 我都看见了 别问 一问又吐了 不能问 看着什么是什么 就说好 外面是什么呢 看 这有个树叶子 这什么叶子呢 菩提叶 这菩提叶 来自于 释迦牟尼的家乡 这菩提叶 烧上去 没那么容易 古印度 古印度 释迦牟尼的家乡 那我们握着 这菩提叶呢 就想在菩提树下 正道成佛 甭管你自己多么迷茫 你手握菩提的时候呢 也能够觉悟和智慧 所以这个正好是一手握着 握着很舒服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云破 云破这个盏 最不容易让人接受 我们其实在这个 跟客人的交谈中呢 发现大部分客人 都不能接受这个盏 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盏呢 第一个问题是 他觉得你这不圆 你看这也不圆 这边坑坑洼洼洼的 都不圆 问您这怎么没做圆呢 我先告诉你 做圆太容易了 就不圆才难呢 对吧 我们这些年 我们自己都被训练的 什么东西都特别工业化 工业化是有标准的 所以它一定是圆的 像你这个 每个和每个都不一样 工业化是绝对不能生产的 对吧 而且我们大部分人 对自己的餐馆的要求都是 背盘都要非常精致 都要白白的 圆圆的 干干净净的 但是您到日本餐馆一吃饭 吃一碗面 那碗黑的 歪七扭八的 你都觉得特地道 那就是两国人 两国审美的不同 那么这个展呢 同样是这种表达 它追求的就是不圆 它以不圆著称 如果你逮着一个非常圆的呢 你还说 这怎么那么圆呢 这倒不是我们的追求 那么在不圆的基础上呢 这圆了也是这种石器 它上了一层 上了一层幼 这幼的 它也不让它匀 它就不追求这个云 你老说 哎呦 这个看着不是那么匀的 这怎么还有这块深一点 那浅一点 这它就是这种追求 你再注意看它的花纹 这个花纹不紧不匀 有的地方还模糊不清 你看这个整个 这个展的这个部位 它就印的淡不清楚 你肯定会认为 这没印好吧 不是 是它追求的 那么你说啊 就这种不圆的 印的模糊不清的 刷的这银釉呢 这个都不到位 说你这银釉刷的怎么 都不到位啊 你说我也会做 我告诉你 你还真就做不了 看似一个非常简单的事 它追求的是 你生活中的一个个性 这是差跡美学 或者说工匠美学的 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追求 所以你看不懂这个 或者你不能接受这个 你只能埋怨自己比较土 这盏上面啊 是银 有些人使使它发黑了 他说这怎么回事 这么黑了 恭喜你啊 当你能把这个银盏使得发黑了 那证明 你是它的主人 这种变化 是你应该能接受的变化 我们将来讲古董的时候 经常讲到古董的变化 一会儿我可以给你们看 我们今天老说 生活中包姜包姜 流行的词汇是盘它 当你一个器物有了包姜 当你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一定是非常个性化的 这就是岁月赋予它的自然之美 你要理解岁月赋予它的自然之美 你必须先自己修行 那么这个茶展啊 这个茶展外面的这个文士啊 不太容易看懂啊 这个看着也没什么规律性 它是功能上 它是防滑的 那么它这种叫麻叶纹 日本自古就将麻作为神圣之物 你在日本如果去最高级的 日本式旅馆 它的被窝是麻的 我在那住过 特别贵 贵的就是你特心疼 结果一进被窝 被窝扎呀 让你受不了 然后也不敢说 因为一说就土了嘛 也不敢说 后来我才知道 人在日本对麻是有神圣之感的 所以这是麻叶纹 说这麻呢 能够促使你健康成长 还能辟邪 有各种功能 当然有人认为这银是可以验毒的 你那个影视剧都看多了 银是可以验毒的 有的都是可以验的 有的是验不出来的 那么还有人认为 有银图在上面的可以改善水质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在这一套茶具中的 它的独特地位 那我们刚才讲了两把壶 碑展也讲了 你再看我们要讲什么呢 我们要讲 茶椰罐 茶椰罐 哎呀 茶椰罐 你说这茶椰罐有什么心气呢 这茶椰罐叫金渠 是这个黄庭坚的这个词里的 金渠体径 只轮漫年 欲尘光阴 欲尘光阴 我们看看 这茶椰罐 你说我们家茶椰罐多着呢 你们家茶椰罐都是买茶椰送的 对不对 不好用吧 用了就坏了 这茶椰罐是由 日本几百年老字号给你做的 茶椰罐 看 能做这茶椰罐的工奖 至少得有六年以上的手艺 才能做 一个人从头到尾 一百多道工序 两个多月的时间 才能做一个 你想想 这铜啊 太有意思了 那我们前面说过啊 我们在上面说过嘛 锤铜银 那锤是锤打 锤鸡 这里呢 既有银又有铜 那么你看这东西啊 这个密封很好 有多好呢 你看啊 我迅速打开的时候 它捉着 你听 捉着气啊 密封好 茶叶就得密封好 对吧 上面呢 能看得清清楚楚啊 满身的锤打的痕迹 你说这锤打 我也会 我真保你 你不是干这个 你就真不会 你看它锤打的痕迹 我这迎着光能看见 叫无序中的有序 什么叫无序中的有序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有一种 碎石头 铺路的一种技巧 是吧 拿着各种不规则的石头 我们现在大马路都是 要不然就是一手的 不由大马路 要不然就是大方砖 一个一个拼出来的 但这种 这个无规则的石头 铺出的路 特别有韵望 这叫乱石铺接 这是一种美 这个锤打也叫 乱石铺接的效果 就是无序中 它是有序的 那么你说 那我也能锤打 你还真就锤打不了 为什么 你没这耐心 锤打这个 手劲要好 轻重 都要一致 然后要有极大的耐心 不停地在锤打 不停地锤 一直到把这个东西锤成 一般人 你没有技巧 没有耐心 你干不了这活 最后呢 这边留有一个 六方形的 一个定位 当你盖上盖的时候呢 只要你这个位置定准了 你看这个 不起眼的六方定位 那你这个茶叶罐呢 就密封了 这一面 1234567 七颗锚钉 手工做上去 显示它的骨骤 我们今天很少看 带有锚钉的东西了 因为锚 锚接是一个古老的手艺 我们今天都直接的 要不然就是冲鸭 要不然就是汉接 平滑的 没有 不喜欢这种 这种鼓起来一六锚钉 但由于它的骨骤 它这些年又开始流行 它喜欢留有这种人工痕迹 我们能找到的 锚接的文物 至少三千五百年以上 古埃及的铜镜上 就开始出现了这种锚钉 锚钉在今天的时尚圈 也比较流行 比如有些大牌的衣服上 有些大牌的包上 鞋上 都有这种锚钉的追求的效果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 还喜欢往身上锚 这是我看见过的 鼻子上 耳朵上 肚脐上 都锚上锚钉 它追求一种个性化 其实这种很古老的手艺 某种意义上讲 锚钉成为今天 时尚的一种元素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茶叶罐 茶叶罐 茶叶罐 放到一边 我们再看看 一个新鲜的东西 这个 这叫什么呀 茶泽 它有名叫粉结 刘玉希的诗 叫陆迪千粉结 风瑶 轻欲之 那先说 这东西为什么叫茶泽呀 我们很少说这个词 其实这词呢 陆语的《茶经》里就有 它说 泽者 量也 准也 度也 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 泽 是用它量数量的 它的有仪庆的准确程度 我们今天说 守则 就是你的工作 守则 就是一个标准 那么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规定 那我说 我们今天说 我们家喝茶 直接打给茶叶罐 拿手一捏 不挺好吗 可以 不礼貌 不干净 手上有可能有异味 好茶经过你手一动 这茶就有异味了 所以必须用茶则 用茶则呢 保持一个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怎么用 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它叫茶池 就是茶的勺 这个就比较低 听着就比较低 就叫茶则 干嘛用呢 我们可以看看 这是茶叶罐 我们里头割了一点茶叶 茶则 看到了吗 看到 茶叶割到这 那这个数量呢 就比较容易判断 比较容易判断 那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用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操作一下 这水也不知道热不热了 还热 我们刚才用这个茶则呢 把茶叶倒在里头了 我们再讲讲这个茶则 这个茶则是用竹子做的 竹子我们都知道 这个竹子呢 好像在中国哪都有 南方哪都有竹子 但竹子的选择呢 很难 它首先要选择 五年生的一个真竹 如果不够年份 这竹子比较空 在初秋到深秋 秋天的时候砍伐 因为春天的竹子嫩 水分大 到了冬天呢 竹子又干 又干 所以呢 为了防止它刮伤呢 他们工匠 日本工匠 用丝绸要裹着它 我们这大竹子来回扛 扛完了到那上面 全是各种划痕 各种划痕 把它的油和水分去掉 使它的竹子纤维呢 比较坚韧而不脆 再经过呢 三个星期的曝晒 它就开始脱绿 开始变成这个颜色 成芽黄色 然后搁到仓库里呢 至少要放上五年 甚至十年以上 才开始用它做茶则 这其实就是取了一块竹子 留有一截隔 这隔是防止它 茶叶从后面倒出来 对吧 把底下找平 看没有 找平以后 你会发现它宽窄不一 如同河流 美不胜收 你光看这儿 就像一条河 你不能说 这怎么不直啊 这两边不一边宽呢 你只要这一问 土了 有土了 那么这里呢 就很简单 它上漆 你说上漆还不容易啊 我都会 我们家那个 我会画画就会上漆 我先告诉你 我保你一上不了 这漆两色 黑红两色 黑红两色 是漆的最基本两个颜色 汉以前的漆漆 基本都这俩色 黑红 黑就是它的深棕色 红呢 是加了朱砂 黑红两色之间 它不冲突 那么现在的问题 黑红两色之间 它在这个竹臂和竹隔上 它都上的是黑漆 但在其他的地方 上的是红漆 它怎么能够让 黑漆和红漆之间的界线 这么清晰呢 它完全是个手艺 你没有练过 你刷不出来 它不是你们家装修公司 说我贴上一块胶布 我刷完了 把胶布一撕 它就清晰了 没有 它直接刷的 你在高倍放大镜下 可以看清楚 它手刷的过程 对吧 这样一个查则 这样一个竹质的查则 它包含了很多内容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东西 觉得这没什么难的 那我给你看一个古代的东西 你再看看 所以看这件 看到没有 这件 雨伤杯 汉代 过去这么喝酒 双手直杯 表示礼貌 这个雨伤杯呢 最精彩的 是它红底中的油丝苗 细弱油丝 它这个整个上面的油丝 跟一根头发丝 差不多粗细 眼睛不好的人都看不清楚 到处让镜头推上去 让你们看一特写 这种油丝 画得如此对称 是工匠的能力 你这个考美院的学生说 我也能画 我告诉你 你能画 但是用漆 你画不了 漆是黏的 是色的 所以对笔道的掌握 是非常难的 这是一件 汉代的漆器 它也是黑红两色 只不过它的黑处 当然它也有一点浅浅的黄和绿 只不过它的黑处是深宗 红的地方没这么红 这是今天的黑红两色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漆器和今天漆器的一脉相成 那么你看到这个查则的时候呢 当我跟你讲了这个界线 这个界线的时候呢 你说确实这个红黑分明啊 这界线 尤其这隔啊 这隔的地方都不是直线 它怎么弄的呢 你就拿着放大镜看 你就说 哎哟 它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差距 这个差距是可容忍的 你们打过枪吗 我打过枪啊 年轻的时候酷爱射击打枪 打枪最好的成绩是什么呢 是实环 你可以打十枪都打在实环上 但是你实枪打不到一个圆眼上 是全世界的射击冠军 也没办法实枪打在一个圆眼上 打在一个枪眼上 它是允许在一个其余间范围内 这就是 这种审美就是 你不能要求它一丁点毛病没有 恰恰是它留下的这一丁点毛病 表明了它的技术高超 这就是手工器物的一个特点 你在这里所有器物上看到它的手工痕迹 不仅是它的技巧 更重要的是它的一个追求 恰恰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 背面 背面这个平面呢 是为了好放 你看一放就放稳了 你看 一放就放稳了 对吧 你放到哪儿立刻就放稳了 如果 不取这一个小小的平面 那放起来它会晃动 工匠都考虑到你使用的效果了 我们再看一件 东西吧 我忽然发现我一开始应该把香点上 我没点 我现在给你点上 点上能看看 先看看把香点上 这是我们香薰 看 这蛤蟆没有 铲除 出烟了 我们先看看这茶吧 看看这个效果 可以看看这个茶叶的颜色 淡淡的黄 这个 这茶还是挺不错的 我说的也口渴了 我们再看看建水 建水呢 它叫行纸 是白居易的诗 穷冬行纸 长相伴 闻到五金 五网环 这建水 建水就是我们知道 喝茶的时候有些废水要倒点 还有些废渣都可以倒在这里头 那么这个建水呢 它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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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关字 关副博物馆的logo 这个关字呢 中间留有六个孔 是为了泄水的 这底下呢 就可以盛水了 盛废水 完了最后倒掉 那么我们这些年啊 这些年都有个概念 养一个东西叫茶虫 我们这茶虫呢 是一物两用 既是茶虫 又是香薰 让你看它的神奇之处 我们这茶虫 有一大特点 是什么呢 不怕你浇水 你看你点着香 最怕就是浇水吧 你看我给你看看啊 我不喝了 这茶虫都浇在身上 看啊 随便的浇啊 它该什么 该留就留 看见没有 不怕浇水 你看没面吗 还冒着烟呢 设计的极为巧妙 那我们先看这个公道碑 公道碑 我们先把这小碑搁一边 公道碑 公道碑呢 它名字叫曲池啊 是李商隐的诗啊 小顶煎茶 面曲池 白须倒是 竹煎齐 你看啊 公道碑是干嘛用的呢 倒进去 这是干嘛用的呢 我们有时候喝茶啊 就是来不及期啊 你比如第一壶 喝第二壶的茶呢 它有点 这个浓淡不一 所以倒到公道碑里呢 它可以中和一下 再把它倒出来 你看 那这倒出来 公道碑 这个公道碑呢 是银的 是银的 在温度不高的时候 可以这么拿着 温度高了以后呢 你只能拎着 提量 这都考虑到了 高低温都考虑到了 那么公道碑 是用999银打造的 保留了它打造时候 手工的这种机理感 你跟专业人聊天的时候 专业人老跟你说机理感 就好像搞美术的人 对机理感呢 特别在意 这个机理感呢 是它的个性所在 对吧 因为银的导弱过快 所以我们在外面 编织了一层细竹 做了这一层竹衣 也减弱了银的 这个刺眼程度 如果这东西 你可以想象 完全是银的呢 它在这一桌席上呢 会显得比较刺眼 所以标成一层竹呢 降低了它这个刺眼程度 增加了它的质朴感 所以它就显得 不那么突兀 使用的时候 还有在相当温度下 还可以直接拿手拿 就很舒服 你看啊 这茶虫 现在又冒烟了 又在这 又在这吞云突兀了 茶虫呢 它是有名字的 它也有名字 我们说过 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有名字 这茶虫叫朔丰 宋代诗人宋奇呢 有一个诗叫梁禅 叫朔丰万里来 尝祸从君所 这就是朔丰 这茶虫呢 其实过去啊 唐宋书没这玩意 是明代以后才有的 所谓茶虫呢 洗茶的时候呢 多一个乐趣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在洗茶 多一个乐趣 这上面呢 增加点情绪 它多是一种小动物 现在很多人 愿意把它 做成批修状 这个批修 就只吃不拉 你怎么喜欢一个 只吃不拉的东西呢 我们这东西叫金蝉 金蝉肯定跟财富有关啊 刘好戏金蝉 就是这么来的 那这蛤蟆做的有点卡通 你说又这形象怎么那么卡通啊 这东西还真不是你 一般人能设计出来的 这人是谁呢 这人是一千年前的宋朝人设计的 我们给你看看宋朝人的原物 看看原物 看看 一模一样 银青的 这个它设计的这个蝉橱啊 这过去干嘛用的呢 这过去它是一个咽滴 看到这儿一个孔没有 这儿嘴上有一孔 把它注入水以后 拿手控制住 手摁住这个孔 往咽它里可以控制滴水 比如你需要多一点 你把这个手撒气 它就多了 你不需要了 你一摁它就少了 这是宋代的 宋代的一个蝉橱 这个造型极为生动 就今天完全符合好莱坞大片的卡通造型 那我们把它做成了这样一个香薰 你怎么淋它 这香不会灭 因为它的设计中呢 它留有了一个间隙 留有了一个进气的间隙 那我们最后再看 最后再看什么呢 看这有一东西叫 佛云 佛云 这东西叫茶波 茶波出自杜甫的诗 但令无减乏 会见佛云长 这东西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 万一茶叶堵了堵嘴 拿这个东西挑开 竹子 第二个功能呢 是往里头剥茶 你如果怕量大 用它剥过去 但你说这么一根竹子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东西还就大不了 我告诉你 我让你给我做一个 你做不来 为什么做不来 你没这东西 这东西是竹子 竹子你说哪都有 但你没这么好的竹子 这么合适的竹子 这竹子呢 它跟茶泽一样 取竹的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 至少十年以上 才能做这个东西 十年以上 你等不到 对吧 那么 它一定要选择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竹节呢 它形成了一种 向内凹的咒褶 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 叫通 通 所以跟茶叶你通它 谐音 它的树向生长时候 这个咒褶的竹青呢 代表更强的一种刚性 它代表一种刚性 所以热弯以后呢 它才会结实 那么据此特制的竹材呢 才能适合做这种茶拨 茶拨 它跟我们常用竹是反向的 你注意看啊 我们常用竹 这层是皮 你看 这层是皮 都是在外面的 但这个呢 把它向内弯 就是让竹青啊 竹青这一面向内 你使用的是这一面 那背面呢 就形成一个勺状 所以这个竹青呢 它表面呢 细密光滑 所以你摸它的时候 和它接触茶叶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茶拨啊 这个茶拨是有圆形的 不是我们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的啊 这个茶拨的圆形呢 是日本的茶圣千里修 所制定的啊 但它这个尾端的啊 就这个感觉 还是依我们中国人的惯例啊 去做的 竹子可能是最便宜的一种材料了吧 但我告诉你 竹子很有意思啊 你要找根好竹子 跪着呢 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种乐器 叫胡弃 是吧 胡弃 金胡 胡弃 不是二胡啊 金胡 金胡呢 它是竹杆 竹杆呢 有竹杞 这竹杞呢 有靶位 会拿琴的都知道 什么叫靶位 一个靶位 是一个阴阶 过去啊 我听老先生跟我讲过 那时候二十几岁的 流水场闲逛 那边有专门制琴的人 那老先生说 你给我找根 这根竹子去 说你就发了财了 怎么发财呢 它这个好的竹杞 这一根竹子 它的所有的靶位 跟阴阶全部吻合 它是有标准的 你可以拿一根木棍 把它刻好 刻度到竹林里去找去 你能找到一个老竹子 所有的靶位 天衣无缝的 跟这个阴阶一样 这根竹子 值好几万块钱 有的人 扛着干粮 带着水 拿着这标尺 在竹林子里 一走 走上几年 都未必能找到一根 天然的东西啊 最难的一件事 叫天成 就天然就成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这事是一简单的事 我们讲了半天了 都讲完了 最后 讲到我们一开始的 这声 多么致愈 再致愈一下 刨弃 风入 它为什么出声呢 就是因为风入进去了 这是唐代诗人 汪尊的一句诗 一条风入悠闲闹 何况人间 万种人 看 这东西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说 这声怎么来的 这声很简单 它是个腹鸭 我迅速拔开它时候 因为里头太密封 空气进不去 腹鸭就形成了一个声音 那这东西 怎么来的呢 这东西是长出来的 葫芦 你说你蒙我吧 葫芦能长成这样吗 我告诉你真没梦 你看看 看这个 拿着来 先翻过来 看屁股 看屁股 这有一个眼 不是屁股眼 这有一眼 这个眼 就是那个葫芦花 落下来的那个葫芦地 你看 天然葫芦 长成这样特别难 你现在饭葫芦的人多了 饭这么细的就难 你们越细越不愿意长 一打磨 一香炉 你看这烟 这香烟 还得一缕香烟 打着旋的往上走 走到最后散开 正好到这位置散开 这全是天成的 完全是长出来的 长出来以后再配个帽 看见没有 这还配一帽 这帽也是长出来的 里头呢 相制竹胆 必须相制竹胆 我们说了 刨虚七随 刨虚是虚的 它长不实 这东西都没有竹子长那么实 是虚的 那么这种东西呢 长出来就特别难 成品率特低 有多低呢 我们为了做这套 酒公茶家时 定的这个东西 第一年 三十五亩地 就出了一百多个 这什么概念呢 三十五亩地 相当于 五十五个篮球场 那么大 简单的说 一个篮球场 那么大面具 种满了 这种范器 这种葫芦 就成活两个 剩下不是这扁 就是那歪 它长不出来 成本巨大 年纪的 脂肿 简单 烂 edible ع Damas 撒 安骨 生命 its 沓南 沓南 阿 бок 蜜蜜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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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刨器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东西呢 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 有一个人叫曹端明 不愿意围观 回家乡就种这个去了 那么当时的书上都有记载 我过去讲课所讲过 那么他种这个葫芦 他一开始干嘛用呢 用它养鸣虫 东淮鸣虫 入侵以后 康熙皇帝知道这事以后 觉得有意思呢 就拨了一亩三分地呢 就在他的西院的风泽园呢 就种葫芦 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 康熙玉智带字的啊 葫芦器那东西贵着呢 前两年好像拍了一个 没一千万也得八百万 都贵着呢 那么康熙乾隆两朝 鼎盛时期呢 宫廷以外大量的王公贵族 都喜欢弄这个东西 所以当时做这种葫芦器的 都叫有官模和民模 那官模的 民间也玩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个葫芦器 我今儿也给你带了一老子 让你看看 都只是半天了吧 你们都一直好奇 我这身边做什么玩意儿 解开给你们看看 老葫芦器 灿然登场 看看 这是养锅锅的刨器 这刨器有很多种 有养区区的养锅锅的 看到吗 这中间一个铜胆 锅锅搁里头 冬天呢 把这个铜胆往里挡 过去古人的衣服都肥 直接打开往里挡 然后呱呱呱呱呱呱 东怀鸣虫 是一种情趣 我们看一看 它成什么颜色 我们再比较一下 看到没有 完全不是一个颜色 这种颜色被称为枣皮红 是盘出来的 这件东西有多少年了呢 往低估150年 往高估200年 大概就这个时间 那么 这个刨器的 桶 200年 以后你摸不摸它 它差不多也是这色了 那今天能不能让它 及早变成这个颜色呢 可以 现在市场上你看到的 99.99%的都是染色的 我们如果不想染色 让它成为这样呢 需要多长时间呢 如果你天天盘 那就看你盘的程度了 它可以加快这个速度 你一拿 你看这东西啊 你看这个桶 上下有点颜色不一啊 你要是挑选的时候 你会说 哎呦这上面这个 怎么上下不一啊 你都不喜欢了吧 我告诉你这个 上下不一倒好了 因为你老拿这个 你老拿这个盖 很快 这个颜色就追上这个 时间长了 它就红了 如果红了 如果你能用手 盘成这么红 我告诉你染的啊 我一眼就看出来 你只要动颜色 你染就看出来了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盘成这么红 手盘出来的 那我告诉你 恭喜你啊 您这一个桶 值这一堆钱 你只要把它盘红了 你今天愿意啊 你没事少看点手机啊 盘盘它 拿手这么钻它啊 你把它每天 我觉得你每天两小时 两年以后 颜色就会加深非常多 两年啊 这是每天钻的 尤其那种手出汗的人啊 手出汗的汗手最好 汗脚就算了 就是汗手的人啊 我这手就不行 我手不出汗 都是干的 所以盘起来非常费劲 这就是我们的刨器 我们把我这个 锅锅葫芦收起来吧 我怕它掉地上 掉地上就毁了 你看 它得做衣服 你看它做衣服 搁里头 系上啊 系上跟衣服似的 得扣成扣 防止它掉出来 我们讲了啊 这个 十一件 这上面写着 十一件 摇树盛章 垂同银 刨须七随 这件东西啊 这茶坡子是搁在这里头的 搁这里头的 那么这么看是十一件 实际上是十二件 再加上 这个东西叫茶营 就是整个这个框架 叫茶营 这东西也有名叫幽黄 就是王维的诗 《独坐幽黄》里 弹琴复长销 我们必须要设计一个 能让它收纳和展示的 一个架子 九宫壶就是一个 九宫格就放进去了 这个就需要 重新分割 十一个格 割进去以后呢 又做了底下又做了托 非常好看 它有展示的功能 那么这件东西呢 也是石大宇先生参加 2019年德国 这个设计奖获奖的 作品的延伸设计 我今天讲的比较长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耐心听完它 我最后呢 要给你展示一下 这个茶营的 这个使用方法 我们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你今天讲了这么多 这个茶营呢 它是十一件东西 实际上这一件 里头是还有一件 这十二件东西 在这里摆放 它是用一种竹山的方式呢 把它隔离开来 可能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有时候看这个竹山 还有一种闪动 这种闪动特别珍贵 这种光影的变化呢 是有无尽之美的 整个这里呢 有一套 官府九宫茶家时的 一套证书 这套证书呢 把我今天讲的 这部分的很多内容呢 都在这书里可以展现 这书里可以展现 这是正书 平时不用的时候 就搁在这儿 防止丢失 那么这个就可以关上了 看到没有 就可以关上 关上以后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整体 我们平时也可以在家里 可以这样放着 就是你在走动当中 你来回走动当中 你可以看到这种光山的变化 我们今天啊 专门讲了工匠美学 我们用实物来讲 比这个虚着讲呢 更加能够理解 我也希望将来 有更多的机会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种生活中美学的快乐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可以下载官复APP 在官复APP上 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我们一直在说 老朋友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新朋友是我们的共同未来 我们下期见 本节目由一气大众 奥迪品牌 独家冠名播出 你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地儿吗 咳嗽 猫也咳嗽跟我一样 都咳嗽 咳嗽 咳嗽 中文字幕——YK 这世界很酷